台湾音乐协会与世界台湾小姐基金会 今日在爱尔蒙地市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将于19号举行第26届台湾音乐风音乐会 台湾音乐风音乐会创办于1993年 到今年已经进入第26个年头 音乐会特别邀请到的50多位演出歌手中 有20多位是各大歌唱比赛的冠军选手 7位是各大歌唱比赛的评审 还有两位是职业歌星 本次演出除了有歌曲之外 还有精彩的舞蹈和台湾乡土歌剧的演出 其演出包括的曲目包含国 台 客 英 各个语种 表演的都是古今筷子人口的曲目 能让听众们大饱耳福 台湾音乐风音乐会已经有26年的历史 那么是一个比较属于文化传承的一个社团 也是一个音乐会 那么我们的观众群们就是各个年龄都有 然后各个层面的人都有 只要大家在这边怀念一下台湾的 以前所流行的 现在所流行的一些音乐 然后互相回忆一下相亲 台湾音乐风音乐会一直是爱乐者们一年一度的聚会 并且一直以来保持着门票免费的传统 民众可以在5月19日下午前往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欣赏 凤凤卫视实习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